大S在经历过与汪小飞的10年婚姻后 8号官宣和旧爱巨峻夜再婚 除了外界献上祝福之外 许多人也很关心 双方家人得知消息的反应 据传大S再度先掌后奏 徐妈妈又被瞒到最后一刻才知道 让她非常生气 徐妈向苹果新闻网表示 当然很希望女儿幸福 但这种情况真的让她很无言 对于未来女婿即将来台 徐妈也说 这位韩国人我不认识 就看老娘到时候爽不爽 想不想跟她见面 而对于还没报道 徐俊夜之后会带大S回韩国生活 徐妈则说不可能 大S不会做出那么疯狂的事 不过对于女儿的选择 最后还是勉强接受了 另外说起大S在前一段婚姻中 和婆婆张岚相处的不错 婆媳关系算是相当好 而目前的新婆婆 算是一位传统的韩国妈妈 过去徐俊夜曾多次带母亲一起上节目 妈妈在节目中一直很担心儿子 放弃结婚生小孩这件事 把儿子老了没人可以照顾 而前几年徐俊夜在恋爱实境秀中 和一位有过婚姻的面包师相亲 当时他在跟妈妈介绍时 妈妈一听到对方有过一段婚姻 马上变脸惊呼 什么 但徐俊夜一再强调对方人很好 不过妈妈还是反驳 光人好就行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 让母子间气氛有点尴尬 如今儿子宣布再恋大S 未来家人相处的问题 也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吃雪仔 吃雪仔 吃饭 吃煮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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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